当你含冤受屈的时候 不用气愤 因为神与你同在 以下的圣经金句可以帮助你 圣经诗篇九篇八节里面说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看正值判断万民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六节也都说 他为困苦和贫乏人申冤 那时就得了福乐 认识我不再扶此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另外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就说 不要自己申冤 另可仰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申冤在我 我必报应 当你含冤受屈的时候 记住这些圣经金句 远神祝福你 当生活遇上金句 祝福就在身边 祝福就在身边 不过就在身边 就在身边